我就有一天午夜梦回 我就点开 OMG 电话簿里面看到一个名字写 黑熊 我想说这应该是 很久前认识的兄弟朋友吧 一播下去 是一个如环音术古关的女生 第二天呢 我就主动自首嘛 跟我老婆讲了这个事情 为了不让老婆骑 所以故意把 把他的名字取成男生 大爱思与韩团库隆成员 俱俊叶 因一通二十年没换的电话号码 再续前缘 让野鱼圈掀起 没换电话号码热潮 有荒谬大师称号的艺人沈玉玲 今天出席JKF白大女男颁奖典礼 就自曝自己近期 的确打电话给 二十年前的初恋女友 而且老婆芽芽 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二十年前的电话 你有找出来 你删掉了吗 没有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因为那个新闻 深深的感动了我 我就有一天午夜梦回 二十年前 我算算是我的初恋 那她的电话我还在吗 我就抱着一个尝试的心 我就 我们那个手机不是有联络人的APP吗 我就点开 然后输入她的名字 ONG 三个斗大的字 映入我眼帘 我整个百感交集 我想想说二十年了 她现在过得好吗 当时我们分手 有一些环境上的因素 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收入也非常有限 那真的也养不起她 好 那往日种种涌上心头啦 那不经两行清泪 残敞而流 好 第二天呢我就主动自走 跟我老婆讲了这个事情 也让她明白说 莫忘初心 这过去就是过去嘛 过去这个事情不能切割嘛 哪个男人没有过去 哪个男人又没去过 其实 其实都OK啦 对啊 都OK 嗯 我也能接受我老婆过去的恋情啊 那她把那个电话都删掉了吗 我电话 目前为止还没删啦 因为我也看不出那个 她回去老婆就跟你说 我现在叫你删掉 敢不敢 做不做 如果她要 坐下按下那个动作嘛 那我 我会跟她拼了 我觉得夫妻相处 一个信任包容啦 不要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啦 好 也不需要那个说 好像说要故意要去过去切割 我认为这个这个 这个大可不必 而且我平常品性端正 我就是电视公务员啊 我工作完就回家 可是我后来用不了跟你一样 我开始翻我的APP上面呢 到底有多少联络人 是20年没联络的 我看到一个女生的名字 我想不起来她是谁 因为我就点进去那个资料 想说看看她 有没有可能在付助栏啊 或是地址啊 有一些线索可以让我想起她的事 结果什么都没写 除了电话号码之外 它只下面写了一个七千块 我到现在还在玩七千块是什么意思 20年年七千块算贵的那一种 那应该是变 那可能是我借了 那应该是要变服店等级的 但是我曾经 联络部里面看到一个名字写黑熊 我想说这应该是 很久以前认识的 怜弟朋友吧 一播下去 是一个如黄鹰蜂蜂般的女生 也是千女友 那为什么名字会是黑熊呢 因为为了不让老婆骑 所以故意把 哈哈哈哈 太活动了 把她的名字取成男生 有一天你如果发现你的名字 被你男朋友弄成男生的名字 然后你就知道了 对 那我以前我会把我一个前女友 取名叫空中美女教室 哈哈哈哈 就是 Law school 那我最近的信号 第七 introdu重要 今天就是这个技场 叫老婆 说的 你 老婆 好 你看 这